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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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的进入状态 这款的浓度呢 它只有4%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 喝了之后就容易醉 它这个盖子刚打开 你就能闻到那种草莓的果香味 就很像是一个草莓果酱 加上清宁的那种清爽感 喝过的朋友都懂 没喝过的朋友呢 推荐你去试一试 接下来是彩妆部分 首先是阿玛尼的一个黑管的妆前 我自己的肤质呢是夏天偏油 冬天偏干 容易浮粉或者是卡粉的地方 基本都是在T字区啊鼻翼啊这些位置 那这款妆前呢它其实是一个控油妆前 但我觉得它对我这种混合肌来说 也不会说让我比较容易干的位置拔干 它不会 它是这种透明褶底状 抹开之后呢是这种丝绒质地 抹在脸上就非常的滑 而且瞬间就变成雾面 持妆能力特别的好 可以延长我的底妆的寿命 是NVX的这个提亮笔 都知道它算是一个老网红大网红 它整个就是你看它是这种全白色的 当你用手把它揉开之后 它的光泽感就揉到了皮肤里面的这种 像有一些欧美妆的话 比较喜欢用在眼头的这个位置 往眼皮上方蔓延 我觉得它可以达到你想要的那种欧美妆的效果 那像我自己的话就是因为五官比较大嘛 我不太敢那么化 就会显得有点太艳了 然后这款呢就是我比较喜欢 放在下眼瞼前方的这个位置 它出来效果就是很水灵灵的那种眼睛 有一点点可以放大眼睛的效果 而且在近距离社交距离内呢 也不会觉得你的妆很夸张 这款我其实已经用了一个多月了 你们看小笔头只下去了一丢丢 这个是花枝小的这个草莓洛可可系列的 我手里这盘颜色是03号古典芭蕾 它是有点发那种烟雾玫瑰色 你看我今天上脸的就是这个颜色 它是整个发粉条 而且它有点膨胀色在里面 当你画那种大面积的氛围感妆容的话 就是把它给大面积的铺在脸上 它就是一定成就上呢 可以让你的脸部看起来更饱满更烹 金属的这种玫瑰金色 特别有质感的一个包装 然后外面就是很小公主的这种 然后浮雕的这种三个来自MISOMA的这个饰品 首先第一个呢是我耳朵上戴的这个耳环 这个是他们的蛇灵系列 我自己有很多这种圆圈的耳环像金色银色都有 它这款呢是一个雾面的金色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它这个圆圈有很多这种波浪的形状 不管是从正面看还是从侧面看后面看 它都有很多的小细节 就是这边也有个小开口的这个样子 不会夸张它是一个就是中等大小 而且像我今天头发散下来的时候 它就可以在发丝中若隐若现的出来一点点 接下来是两条项链 这种穿出项链好看就好看在 就是在你戴在脖子上的时候 它是有一点微微的曲线的 它不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弧形 衣服里面就可能会有同样色系 或者类似相同色系 它搭配起来就是都非常的和谐 就这个项链双层的绕在手上呢 也可以当做一个手链 接下来是一个金色的吊坠 是我手里视频比较少有的这种偏长款的 并且它是这种带一点雾面的金色的感觉 搭配这种深微的窄领的衣服 就很好看 好接下来呢是洗护类的东西 洗护类的东西呢还是挺多的 我最近天天放在包包里的一个护手霜 是Bereto的这款流浪者之歌 也可以叫做吉普赛之水 虽然它滋润手部的效果也是不错的 但是我觉得它的香味真的是很合我的胃口 这些香味的说明我会放在这边 但我这边就是给大家总结下来 我自己闻到它的一个感受 一年四季怎么穿衣服 手部永远都是露在外面的 像我的手离你比较近的时候 你可以闻到那种很临家的好接触的那种果香味 它这款呢就是上手 它是这种白色很固体的膏体 就有点像那种没抹开的黄油的感觉 它真的算是滋润度还不错的 但我对它的香味是有更多的偏爱在里面 超级喜欢那个味道 可富美的涂抹式面膜 可富美他们家的片状面膜我自己也是有的 那这款呢区别于另外一个片状式面膜 我觉得它给我带来更多的感触 就是它可以帮我提亮我脸上的一些暗沉 像是我前一年熬了夜 可能最近的状态不是很好啊 比较容易累啊 皮肤有一些倦态在脸上啊 我觉得它就是可以把你暗沉 还有肤色不均的这个问题呢 立马拯救过来 这款面膜你打开之后呢 它里面是有这样单独装的七颗胶囊 这边都是我用完的 当然我有把它塞回去 回头给大家录空瓶剂的话 可能就是要用到的 它里面是这种白色的膏体 当你用手把它涂开之后呢 它又变成这种半透明的乳白状 然后上脸它的这个量 我觉得是可以带到脖子的 这个量是很足的 接下来是两款卸妆产品 第一个是干涅的这个玫瑰卸妆水 它是一个三合一功效的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 就是把眼唇卸和脸部卸妆给它分开的 好这款就是我觉得它的强度 完全可以替代眼唇卸 而且温和服自己卸得非常快 非常干净 像比较难卸的艾杜莎的睫毛膏啊这种 就包括一系列的防水性睫毛膏 敷个十秒钟 你把它拿下来 它就是一个完完整整的 一个眼睛的一个形状 它们家这一个系列的卸妆水 我目前都买回来了 然后一个一个给大家测评 后面会给大家出一种 就是开架产品的一个合集 接下来是make的这款卸妆油 这款呢就是它里面添加了很多 像玉米白池花 向日葵山茶和少药 它们都具有一些修复保湿 还有抗氧化的这个功效在里面 它出来的质地呢就是很清澈 像水一样 像我现在给大家摇晃 它里面就像是一瓶水一样的 这种流动性非常的棒 包括我就是每次把它挤在手上 这个手心要把它好好的兜住 不然它就是很容易像水一样 流下来的这种 我录视频的这种妆 算是我自己化的妆里面比较浓的了 就是用它卸 乳化的又快卸的又干净 而且使用感受又非常棒 好 接下来呢是卡士的这款 黑钻香氛护发油 算是长发还是中长发 就像我这么长的头发 大概就是1.5泵的这个量 就是可以全部照顾到 然后它上头的这个感觉 就是可以让你的头发 立马触感变得特别好 特别的柔顺 然后软软滑滑的这种 你肉眼能看到的效果呢 是你能感觉到每个发丝 它的光泽度更好 香味是非常高级的 它的前调呢是清明郁金香和豆蔻 中调呢是花香味 是玫瑰牡丹和木兰 厚调是青木雪松和摄香 是一个淡淡的木质香调 那它整个下来的这个过程 它是一个就是很高级的一个味道吧 它可以让你的头发变得香香的 而且很有光泽度 就是各方面都表现的非常的优秀 接下来是Dior的这款睡脸洗面奶 这款洗面奶它里面是有添加氨基酸成分的 并且不添加任何的造际类成分 白色的固体木丝质地 清洁力是很棒的 像我正常如果不化妆只涂了防晒的话 我觉得用它直接洗 也是能洗的非常干净 而且它用水冲掉之后呢 它不是那种就是很崩的 立马你要去涂护物品 它不是 它是有一定的滋润度在里面 接下来呢是胶验湿的这个精华水 它里面是有抗氧化成分 添加了大花仙人掌 我觉得比较适合熟灵机去使用 那这款我觉得比较能很快见效果的使用方法呢 是用化妆棉去湿肤 皮肤有一些局部呢比较干的地方 用它湿肤那个状态 立马几天就回来了 然后这个是我比较能见到效果的一个用法 它价格算是精华水里面比较高的 就单独上脸用的话 我觉得它见效比较慢 但是湿肤的话呢 就用起来就有点心疼 所以这个呢就是要看大家自己的预算了 滋生糖的这个眼唇霜 就是注意我说啦 就是它不只是眼霜 它也可以作用在唇部 就是可以帮我们淡化细纹 它的外观呢很像是一个小飞碟的 这样一个设计 还蛮好看的 里面的膏体呢是有淡淡淡淡的粉色的 这种奶霜状的 还比较凝固的 这一瓶我已经用了呢 有像大半瓶吧 点涂在眼睛下方 然后用手部的一些温度 还有力量给它稍微做一个按摩 然后嘴巴呢我也会适当的用一点 因为我觉得它去唇纹的效果也是蛮好的 我有看它们的成分表 像海藻糖成分呢 它是可以做到高效保湿 咖啡黄葵 可以做到很好的抗皱的效果 樱花还有东当归和次梨呢 就可以做到很好的抗氧化 这款就很适合在26岁以上的朋友们去用 我目前用到眼霜里面 就是在这个定价里面 就是比较能见效果的一个 接下来是一个很小众的护肤品牌 是cosmetics27的这个 我舍里这款呢是他们的一个修复精华 它的全名是叫做高机能舒缓抗敏精华 它整个全名就是把它所有的功效全都是概括了很到位了 全白色的包装就是看起来很简单的这种 然后按压泵头 它的这个瓶口是非常小非常细的这种 可以很精准的很能控制量的把它给挤出来放到你的手上 它是有一点那种药妆的味道淡淡的黄色精华之地 然后有一段时间就是皮肤这块即便不上妆你都能看到 就是它有一些小干皮而且这边容易泛红 这款就是我真的是用到了三四天 你这个问题就完全没有了 好以上呢就是要给大家分享的我的五六月爱用 好本期视频呢也是绿色五广的 虽然我已经是在视频的最后才告诉大家 但是确实都是我自己发觉的一些比较好吃好用的一些东西 希望大家看的开心 然后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